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朝鲜战争正式爆发 随后中、美、苏等国相继卷入战争 中国人民志愿军走上了历史舞台 10月25日 志愿军在熊啾啾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辽亮战歌中复朝参战 在三年多的战争中 志愿军付出了巨大牺牲 到1953年7月 返门殿停战协定签署 约阵亡19万月 然而 就是如此牺牲 也并未让朝鲜方面感到满意 原因就在于 中朝双方对指挥权的争夺 在朝鲜以红太阳自居惯了的金日成 对于中国的参战有着极为矛盾的心态 他既盼望中国来救 又怕自己被架空大权旁落 影响了在朝鲜国内的威信 战争期间 他与彭德怀的矛盾冲突从未间断 几次跑到莫斯科向斯大林告状 要求其向毛泽东施压 换彭德怀回国 由金自己来统率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 事实证明 这真的是异想天开的打算 与美军常驻韩国不同 志愿军在战后分批撤出了朝鲜 相当多数量的志愿军驻扎在朝鲜 给了金日成很大压力 他几次三番地要求中国政府 撤走全部志愿军 不过 鉴于半岛局势的不明朗 在朝鲜保持一定数量的驻军是很有必要的 但是 极权欲望极强的金日成可容忍不了 战后 他在朝鲜劳动党内掀起了一连串的速反清洗运动 将大批与苏联中国关系密切的派系清理掉 为了让志愿军尽快撤走 他在整肃过程中杀了大批延安派功勋 不少党内高层为了避祸不得不逃亡中国 这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金日成对志愿军存在的恐惧感 这也引起了毛泽东的不快 中朝看似鲜血般凝结成的友谊下 是冰凉的暗潮涌动 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 和中国国内经济的好转 毛泽东谋求与苏联平起平坐 担负起领导国际共运的愿望 也愈发强烈 这当然得需要社会主义兄弟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